由杨景祥演剧团跟德国导演跨国合作的作品语记 是今年台北艺术节的压轴之作 语记的故事从一场车祸接连起两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讨论人面对生死的问题 导演在排练过程当中要求演员们的身体要偶尔失控一下 大胆尝试不同的演法 而四年多未曾上场演出的杨景祥 这次要卸下导演工作 以演员的身份登台很值得期待 一场撞死人的车祸改变了两个不同的家庭 遭逢巨变的他们要如何面对死亡找到出口 这是今年台北艺术节压轴作品 由台湾德国跨国合作的语记 这有关显示的东西 没有人负责的 舞台上布满一座座的屋頂 犹如孤島般的矗立在海上 演員在屋頂上诉说着自己的人生故事 像是在等待救援 也像是为了延续生命 努力的生存着 从2012年后就没有登台演出的导演杨景祥 也在语气中重拾演员身份 跟朱芷瑩等人同台演出 但是里面的戏大概有四十几个短场 所以它有点像电影剧本 但是我们要连着演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好像每一个场景都有一些可能性 跨国制作语迹带领着观众寻找生命的充口 知识符合批 知识符合批